六四三十年 台灣總統可能參選人 怎麼看 六四三十年 蘋果新聞網 整理台灣總統可能參選人看法 我想明天就是六四了 那今年也是我們美伊島事件的40周年 六四之後在美伊島事件之後 台灣跟中國大陸的民主的發展 就開始有不一樣的路徑跟這個速度 不過三四十年前 我們又站在十字路口過 為台灣很堅定的選擇 走向民主自由的這一條路 我也希望中國可以往這條路上來走 那這條路必然走得更新 但是走上這條路的路上 如果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都會進來做 行政院前院長賴清德則強調 台灣一定要站在民主的陣線 才不會讓六四重演 這表示中國仍然沒有悔改 又是天安門事件就是一個 世界各國都曾經發生過的學生運動 不僅僅是一個愛國運動 那也是一個民主運動的開端 那很可惜被中國打壓了 而且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之久 中國仍然沒有平反六四 沒有給予六四在歷史上一個正確的定位 那台灣在面對這個關鍵時刻 我們一定要守護我們的民主 捍衛我們的主權 讓台灣當作是中國未來民主化的一盞明燈 這個是台灣在這場選舉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於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 指六四是政治動亂 還說平息動亂是正確決定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不要理他就好了 至於藍營部分 高雄市長韓國瑜 和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尚未回應 新北市前市長朱迪倫認為 台灣要的就是民主 因為對岸的痛腳就是缺乏民主 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說 莫忘六四 但最重要還是要維護我們台灣 自由民主的價值 政治中心台北報導 非常要維護我們 還有沒有 好